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调整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每个人心都有病 是大是小 没有自己最了解 要怎样来知心病 就是要用真理来滋润你的心 来解开你的心病 第二者词语 圣人求心不求佛 凡人求佛不求心 智者调心不调生 愚人调生不调心 互当上互其心 一心请则正菩提 当你有心结识如何打开呢 当你处在命境的考验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自己 要乐以 要以乐观感恩的心态 来面对种种的处境与困难 当你遇到顺境的时候 不要得意忘形 你要告诉你自己 上天给你好机会办到 第三者 人生的大事乃是要知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真善美的人生乃是 要你能够用波罗智慧去探透人生的无常 而不是去追求眼前的美景 因为一切的美景都会随着无情的岁月而消失 这就是本周的先佛词语 接下来我们请 罗明美奖元为我们带动善歌 各位姐姐大家好 今天的善歌是自信放光明 那这首歌的歌词呢 是激功老师的词讯改编而成的 那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优美动听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自信放光明 麻烦张讲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hh Youtuber 那有五米随便升起巴异 修道人包持着清明的信号 乖过红尘 已然签订能自主 土威亚听住 不着可心的抓住 我让它燃烧了成人土 土威亚走后路 摇尽身的脚步 一须证明 多么清楚 比多点心 不来自快乐的付出 想定决心 要处理挪回苦 也有自己占出 一切执着的束缚 心恶爱的人 对众生更照顾 永远只回忆 令大家明立觉悟 土威亚听住 不着可心要抓住 我让它燃烧了成人土 土威亚走后路 我又今生几家步 你去证明 多么清楚 平复的心 不来自快乐的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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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呢 就是很容易受到这个眼耳鼻舌生意的影响 然后产生了这些妄想啊 执着啊 私心啊 欲望啊 然后呢 就慢慢的蒙蔽了我们这个自信的亲民 所以呢 做出来的事呢 就容易出错 那季工老师呢 就告诉我们要 好好地抓住我们这颗心 莫让它染上尘土 要走好路 谨慎自己的脚步 铲除这个执着的束缚 依寻真理而行 那除此之外呢 更要培养这个慈悲的胸怀 来对待每一个人 只要能够保持谦虚的态度 及一颗不计较的心 就能够去除无名 发用我们内在的妙智慧 也就能让我们这个 长保一颗这个清明的心湖 让我们的自信如日出一般的明亮 好 我今天的善歌后学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念诵项目 请各位前前何为请念 发一重得精神指标 成功2020年 精进更上一层楼 慈悲喜舍 万众一心 精神团结 迈向标准 学到越写越和气 修到越修越欢喜 讲到越讲路信礼 半到越搬越契机 行到越行越终局 我们要感谢天恩施德 感谢老权人 感谢前人 感谢道场 感谢大家 我要珍惜今天 知恩 感恩 报恩 立德 立功 立言 立愿 了愿 敬忠 敬孝 助导文 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 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 现在的我正受着上天五尽的庇护 走在光明灿烂多彩多智的修班路上 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 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 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输 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 让不幸的人感受 领受到这一份幸运 这是我的使命 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当菩萨的牵手牵眼 我要当人间的菩萨 这是我的使命 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当菩萨的牵手牵眼 我要当人间的菩萨 接下来是心意禅时间 请大家端正坐姿 腰杆打直 全身放松 手抱合同自然垂放 折顶上额 自然器官丹田 恶目首旋 眼睛自然必八分 留两分余光 在玄关翘 于呼吸吐纳之间 默念五字真言 慢慢心性自然合一 请张蒋师 帮我们播放音乐 息气 吐气 息气 吐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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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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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在自身的发用出来 致人勇在我们生活当中 去做一个发用 所以就是跟在开始之前 跟戈贤贤来做一个学术 那我们这个戈贤贤 或许像戈贤贤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 甚至有些人现在都还在学到念书 我们都说我们在求学 从小到大就是求学 那在大网上就是来求道 来学到修道 那我们现在在大网上 这个研究班 其实我们就在走学修道之路 那所以我们就一开始 就来看这几个不同的这个名词 那求学大家都 这个或许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就藉由我们来在学校的学习 能够希望能够自我提升 让我们在对这个 这个人类知识上 能够更加了解 那其实为了就是能够找到 更好的工作 所以尤其是我们到北美 离乡异地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来这边 找到一份好工作 开创事业 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 我们听这个前前辈子分享 其实这一条路 其实就是 说坦白点 就是希望能够摆脱贫困的束缚 让我们有一份好工作 有一份好收入 当我们这个想要 想要买什么 吃什么 看什么 看电影 看书 都能够不用想太多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能力去做 所谓自由 自己就想做什么 就能够做什么 那其实 这个就是一个得到肉体上 我们这个人身 这个身体的身 的一个自由 我们希望能够 想要做什么 就能够做什么 那在求学路上 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那他就有办法 帮助我们打破 这一层的一个瓶颈 可是啊 这个 有一份好工作啊 有一份好收入啊 代表我们 这个内心就开心满足了吗 好像也不是 我们 这个 这个常常啊 就是 内心有烦恼 不一定开心 纵使有一份好工作 所以我们来 到晚上学到我们这个签线 引我们来到上这个求道啊 来学习啊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 透过世道建信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 求道开智慧 这个典礼的这个 仪式啊 让我们 了悟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 都有 这份天心啊 所以这个信 就是天性啊 自信 找到我们自身 都有这个智慧的泉源 就是忠 所以我们这个 从这一年度来 从以前到现在学习啊 都有听过清贤辈也讲忠 这是我们自身的道 自身的智慧的泉源 那这个啊 其实就是让我们能摆脱 内心的烦恼跟束缚啊 所以刚刚有讲到 其实我们如果有跟 好工作 好收入 这个 好车 好房啊 不代表内心没有烦恼 有时候内心也是很多烦恼 就想东想西啊 那这些都来自于 我们对这些外在的形象啊 有所执着 当我们 有所 着于这些像的时候 我们就会起这些烦恼心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 好像学习啊 就是能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天性啊 它跟这些外在的像啊 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本质就清静光明的 找到源头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去破这些像啊 摆脱内心的烦恼 以获得内心的自由 所以其实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啊 发现能够让自己内心很潇洒 自由啊 不被这些 别人的言语啊 不被别人的眼光啊 不被这些世俗的 的事情所给绑住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快乐 发自于内心的一个快乐 所以我们来到 到晚上学习啊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 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 都能够有一颗平坦平静啊 光明的心啊 去面对人生啊 那我们又说我们是来 来这里学到修到 那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学到修到啊 就是用本质具足的这个自信啊 这个忠啊 为依归 依这个天性啊 去行功利得 去作为啊 不管是言语 行为 处事 让这样子去 在生活当中啊 去行功利得啊 摆脱六道轮回的束缚 以获得灵性的自由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不管是肉体的自由啊 内心的自由啊 它就是在这个人世间啊 纵使内心的自由 它也是在这个人世间 如果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 如果没办法跳脱六道轮回啊 我们一样就是再回来啊 再继续走 这个求学啊 求道啊 想办法 这个 打破肉体的 这个自由限制 内心自由限制 所以又要再来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来 来到网上学习啊 很大一个不一样 很殊胜的地方 就是能够 在求道之后啊 好好的去 行功利得啊 让自己在 自身生活当中啊 都能够 把自己的天性展现出来 能够 跳脱六道轮回啊 我们就不用在 在这个 一直在轮回 在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殊胜 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我们来 来修道学道啊 总是要有一个方法 总是要有 是要了解本质啊 知道原处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去下功夫嘛 所以 这个我们从经典啊 就可以看 知道啊 我们来今天来学道 来修道 它的下手术就是 格物 这个我们之后 明年度大学 我们会再继续 跟各位前人 做学说 不过今天 因为这个跟我们 今天的课程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后学今天就先讲一部分了 所以格这个什么物呢 这个物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 它是在内在的 不然就 这个物 物在内 如果在外 格就很简单嘛 就不要 这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它在内部 在我们内心 所以才要去做这个学习 跟提升啊 不容易的地方在这里 那这个物啊 如果要去做一个理解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感受一样 所以我们往内观啊 我们最内层啊 就是有我们的心 测饮之心 修物之心 慈让之心 跟是非之心 那这个 这个我们 之前我们的 听我们 典篮师啊 前贤 我们来 来讲 就是我们每个人啊 这份 道啊 这份忠啊 展现出来 的那个力量啊 就是这些 测饮之心 修物之心 慈让之心 是非之心 这些是不用学习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孟老父子 做实验啊 就是这个小孩子啊 要在井边玩甩 要掉进去的 我们会怎么做 就出手就去救了 或者是一个声音 就叫出来了 那个是很瞬间的 那就是一个测饮之心 我们内在这个力量 就出去了 我们不用透过 学校学习啊 本质具足的那个力量 它就存在 所以每个人都有 这四心啊 测饮 修物 慈让是非 做不好的地方 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好像 不太圆满了 我们下一次就 要再努力地改进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本质具足的 再往外一点呢 有这个琴啊 我们的喜怒哀乐啊 这个喜欢吃什么啊 喜欢看什么电影啊 这个怒 就是别人讲的句话 我们就不太开心啊 这个我是怎么就 悲伤难过啊 爱恋啊 这个厌恶欲望 我们就有些 这些情绪 那这些情绪啊 就来自于我们 从小到大的 这个人生积累啊 不管透过 跟这个 别人的互动啊 透过这个 所谓学习啊 观看学习 而产生这些情绪 我们就有这些 这些喜怒哀乐的 这些情绪 那再往外呢 就有这个欲望 那这欲望 就是肉体上的欲望 这个情啊 就是内心的这个情绪 虽然说 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欲望啊 它就是我们肉体的 食欲啊 睡欲 生理欲 我这个吃不饱就饿啊 睡不饱就很想睡觉啊 这就是我们肉体 所直接产生的这个欲望 所以我们内 往内观看啊 人啊 人的物啊 人心的物就是大概有这三种 所以欲啊 是来自于身体啊 情啊 来自于事 所以就是后学刚刚讲 就从以前到大 长大过程当中啊 不管是学习互动啊 听人家讲啊 看人家在怎么做 就它就在我们这个意识里面 就积累起来 所以才会有喜怒哀乐 那最理人的这个心啊 事心啊 来自于我们自信啊 我们天性 本质就具足的 那这个身体所带来的啊 这些欲望啊 它是虚幻的 这个 它怎么说虚幻呢 就是说你给它 身体上不满足 你给它它就满足了 它就不见了 所以说可以随着物质条件而改善 而消除 所以例如说吃饱啊 那你就就就就不会饿了嘛 那个欲望就消消除了 所以身体上的这个欲望啊 它是它是虚幻的 它是由其由弱的 意识上的东西呢 它也是虚幻的 这个情啊 就是意识上就产生这个情啊 行为的它也是不是真实的 它也可以透过教育 学习 由智慧而改变 所以佛家讲啊 转世成智啊 就透过学习啊 读圣人 透过圣人的教导 我们有办法去改变我们 从小习得的 不是就是没有这些所谓的意识啊 或者是没有这些 不是意识啊 没有所谓这些 成见啊 我们慢慢把这个相界东西放掉之后啊 我们就不会执着于这些情绪 所以它也是不是真实的 因为它可以改变啊 它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来改变 透过学习的方式来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啊 来学习啊 就是希望能够 让我们的智慧啊 改变我们以前 到现在所积累的这个是啊 让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啊 那自信的东西啊 这个是 刚刚所谓的四心啊 它是真实的 它所产生的 这个我们内 这个自信 佛性所产生的仁义理智信啊 也是真实的 所以这每个人都有啊 这个测饮自信 不是说今天 他这个 常常对别人发提气 他就没有测饮自信了 他还是有测饮自信了 他就是真实 他就是不会因为时空改变 不会因为人不同而改变 所以无法以外在环境而灭之啊 或者真知啊 就要增加减少 就不会 他本来本质就具足了 所以我们看以前的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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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伟人啊 文天祥啊 书五 他不会因为外在环境来 把他关到大牢里面 把他流放在外 就改变他那股浩然之气 就不会 因为他本质就具有 所以也没办法 透过教育的方式啊 来 所谓的 给你啊 需要靠培养 所以今天我们来 所以刚刚讲这个 来求道啊 他只是视导见信啊 让我们都能够 去看到我们 其实每个人都有 所以他不是给的啊 我们本来就有 直接我们去看到 那我们 透过学习 学到修到啊 透过去来培养 我们这颗 自信所生出来的 这些 人意理智性啊 智人勇的 这些德性跟行为 所以圣人啊 以前在这个 在修行学习的时候啊 就是 观察他自己的这些心物 所以查其物之所生啊 知道他的来由来源啊 以其相应之法 去处理他 去处理他 所以在情啊 在欲啊 就要去修改 调整 那在于他的这个四心啊 在于他的这个天性的部分 就要靠培养 所以我们虽然说是修道啊 那看是要修怎样啊 是这个不好的要修改掉 那好的就是要培养他 所以圣人他们在 在学到修道的过程 他就是这样子 知道他的这些心物有哪些 他怎么来的 知道他的缘由之后 他就有办法去 去做修养 所以圣人的修养之道 就在这里啊 所以对他们的内心啊 祈福啊 这个 寥寥分明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 来学习啊 圣人当时在世啊 也是透过这样子 透过教育 透过传道的方式啊 让大家都能够觉知啊 转化意识成为智慧啊 以改变名义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就是 就是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说我们今天啊 大家叫我们来读四书 我们就来读四书啊 是因为他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让我们能够借由 读圣人的智慧跟言行的时候啊 去启发我们自己的这个 本质具足的天性啊 所以这个教育啊 一方面也是体悟啊 所以 虽然说是用言语在传播啊 不管是文字啊 言语在传播 但是 就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体悟 我们跟圣人啊 就是等于在 这个 天性的共鸣啊 跟对话 所以我们来学习啊 不管是 这个读论语啊 读四书啊 或读这个 圣人的经训啊 我们就要能够了解 我们今天来 是有一个目的的 不是只是来这里 学国学 就是文字上的了解 我们是希望 透过读经典圣训的过程当中 寻求智慧 圣人智慧 这样对我们啊 是有帮助 对我们的人生才有帮助 但是这个智慧啊 它是符合科学三大定律 怎么说呢 因为 这个经典经训啊 通常都是已经很久了嘛 例如说我们的论语啊 世俗啊 都是已经几千年下来的 如果我们只执着于 它的这个 这个展现的话 它是不合时代的 但它合时代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智慧 因为它不随时间空间的改变 所以我们之前 听我们的 底蓝师啊 听我们的前前前辈在讲 这个道啊 它是有科学性的 这科学性在哪里呢 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所以以前人的智慧 现在人也是有这样的智慧 这个 不会随着空间改变 不会只有 以前在中国这样子 现在在美国就 就 就不行了 也不会随着人而改变 不会说 这个 底蓝师 它可以 我们就做不到 也不是这样子 就是每个人 他就是有办法 就是有这个道 的天性 它就符合 这个三大的科学精神 所以智慧也是一样 虽然说经典 它已经很久了 但它就是 它的 内涵的这个道的智慧 它就是符合这个精神 所以刚才讲到 它就是历久弥新 它不会因为 这个过了几千年 它就 所谓的 就不实用 或者是 不重用 不会 它就是能够 在我们生活当中 能够有所 注意 所以我们 我们这几周 看论语 论语它其实 讲得非常生活 它就是生活 所谓的生活道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 它就讲这个 家庭生活 孝涕 人生的顺利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个起伏的时候 就论语就讲这个 生活的顺利 也有讲到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所以讲的都是我们 平常就有机会 去接触到 我们每天 甚至都 每天都有机会 去接触到的一个事情 所以它是 经事之上 它是非常的 有实用性的 所以对我们自身 就是 就是在自身的修养 修持 让我们知道 与他人如何相处 对于事物的处理 如何处理 不是事物的本身 因为事物的本身 会随时间的改变 会随空间的改变 但是对于 处理的原则 跟态度 它就所需要 就是一个智慧 它是不会随时空的改变 那另外一个 就是从这个经典里面 看智慧 就是希望能够了悟到 生命的意义跟实相 所以我们后学刚刚 有跟各位前人 做这个学说 这个心 刺心 它是真实的 其他的情绪起伏 这个欲望 它是不是真实 所以我们来这里学习 就是希望能够了悟 生命的真实相 而以获得内心的自由 不被这些外形 外相给绑住 不被自己的脾气毛病 给绑住 不然有时候我们自己都 被自己的脾气毛病 给绑住 有时候觉得 哎呀怎么自己又生气了 怎么自己又在 胡思乱想 我们来学习 就是要能够看破 这些 慢慢去把这些放下 这个 这个应该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透过 去找到 这个经典的这个核心 我们能够慢慢去 去去刷洗自己的 这些脾气毛病 所以我们来说 这个来看 来学习经典 是来 藉由学习的过程中 寻求智慧 我们就来看个例子 那这个只是个例子 那之后我们就会 看其他的 那这个例子 来自于 一样的孔子 跟他学生的这个对话 这个 这个 这个学生指路 就问 问这个孔子 文思行诸 那这意思就是说 我听到一件 这个合余意理 这个 好像很不错的 一个 这个道理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 赶快去做实行 那孔老夫子就说 有附凶在 您的这个 家里 有这个附凶在 怎么可以听到 就去做呢 要回去请 就是请示一下 请问一下 就是 确认一下 就是这个字 真的是不是合理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弟子 然有 也问孔老夫子 一样的问题 文思行诸 听到一位 听到一件好道理 这个合余意理的事情 我是不是就去做了呢 孔老夫子就回答 文思行诸 你听到就赶快去做 另外一个弟子 公西华 他就 他就 困惑 他就 他就问 这个孔老夫子 就说 这个有 有就是指路 这个有也问 文思行诸 老师你就回答说 有附凶在 这个 你回去 这个 跟父兄讨论 求啊 就是 燃友 燃求啊 求也问 文思行诸 老师您就回答 那你就赶快去做 赤也或赶问 赤就是公西华 就是那 那老师 我就有 有这两个例子啊 两个学生问同样问题 老师的回答都不一样啊 我觉得 我不太了解 老师为什么会回答 不一样啊 所以请老师 请老师在 请空老夫子 多做解释这样子 所以空老夫子就说啊 求啊 就是 燃友啊 他就是 这个 想比较多啊 就是比较 比较内敛 想比较多啊 所以你要 推他一把 所以当他 他其实来问 空老夫子的时候 他已经想过很多次了 已经 确认再确认 这真的是一件 好的道理 好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空老夫子知道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已经确认再确认了 所以空老夫子就推他一把 就是鼓励他 就去做了 可是这个指 油啊 指路啊 他就是 油也坚忍 故退职 这个坚忍就是比较 比较冲动一点的 好勇好胜 就是听到就比较冲动一点 听到 好像是 好像是好道理耶 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就是想要去做 就是想要去做 所以他听到就来问孔子 可不可以这样做 空老夫子也了解 直入这个人的这个个性 因为他们长期相处 所以就是要退职 就是拉他一把 就是这个三思而行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英才施教 我们以前都讲的空老夫子 英才施教 因为每个学生的个性 环境 能力 程度 心境 不一样 而给予 不一样的回 不一样 就是个人化的这个指导 那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 是要靠智慧 他不是靠 所谓的知识 跟死板板的科学 不是有一个条款 条目 你今天达到什么 就做什么 你今天怎样了 就做什么 他就是靠内在智慧的判断 透过跟他学生的相处 互动 了解他学生为人 这他的天性 内在的这个忠 他就有一个 一个 这个 组建 所以是智慧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 所以用这一则当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经典 在读这个论语 或是其他经典的事述 就是一样 我们在希望能够 了解他背后的这个含义跟意涵 圣人的智慧 而不只是在读 这个文字上的这个事情 这个 孔老夫子 这个 就是 就是怎样 这个说一个做一个 这样 就是我们不是在求这个文字层面上的东西 而是希望透过 感受到圣人当初的这份 心境跟他的 为什么这么说的原因 所以这个后学 这个看这段话 后学其实也是有点感觉 或者发现你只要在学校当老师 或者是当主管 都有都有类似的这个经验 就是每个像后学 这里每个学生 他的这个 那个专长 长处 都不太一样 有些学生的确 也就是比较急躁性的 有些学生就是非常的 细节 都看得很仔细 他就是这种 detail oriented的人 所以每个学生 他的专长 跟他的个性 跟他的处事 态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 在跟学生 在做研究 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透 依据他的这个状况 而给予他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一个指导 或者是建议 那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就像后学刚才说 我们不是按照书本来做的 而我们是内在的一股力量 我们就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 应该要怎么做 那这就是我们要来 感受 来学习的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来 来学习这圣人之言 圣人之文 其实就是来 天性的共鸣 而非文字上的解读而已 文字是帮助我们了解 他的这个意涵 但是主要是来自于我们 去了解他的这个 圣人所在背后的一个 想要传达的东西 或者天性的共鸣 这个天性的共鸣 就是我们的天性 跟圣人的天性 在做共鸣 所以这个共鸣 因为圣人他也都回天了 这也是隔了 超越时空 所以这个也就是刚刚说 这不会因为时空而改变 所以就是道 我们每个人的道 在跟圣人的道 我们天性的跟圣人的天性 在做共鸣 其实这就是我们来 我们去看今天 去学圣人之言 去提圣人之心的 应该有一个态度 我们不要被文字的表层意思 给藏住 给解读住了 所以我们就来体会 圣人之心 圣人之志 圣人的救世的精神 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呢 就是因为 就是后学刚刚所学说 就是说 这个视线 是人世上 世界上的东西 它会改变 但是那个心 那个志向 那个精神 它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 我们的张仔 他老就讲 为天地 人生 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记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就是我们 人生在世 如果只是在忙于 这个人世间的东西 它是超越不了时空的 我们今天要能够超越时空 唯一的方法 就是回到道 它就有办法 从而时空 不然它就是会被 时空给绑住 所以这个 张仔 这个前辈他讲的 天地立心 生命立命 既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它就是 已经 已经不被这个 当代这个人世 给绑住了 所以后学最近 对这句话也是 对这段话也是 蛮有感触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来 来美国 或来北美 来各地 去做 展开自己的生活 生命 家庭 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 要怎样才能够 把自己的生命 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不是只有在我们的人身上 这个生命的身上 在做美丽的生活 做打转 那就是要能够超脱 我们今天来到 上学习 就是希望能够我们 踏着圣人的路 跟着圣人往上爬 爬山 看到人生高度更高 看到世界高度更高 能够去跳脱 这样子的一个束缚 好 所以我们说 圣人之心 圣人之志 我们老师 要慈悲讲 说我们平日 有读四书吗 不读圣贤之书 哪能体会圣贤之志 不读圣贤之书 哪能体会圣人之心 不读圣贤之书 哪能安邦定国 所以修办到 不读四书 你们将会输了四样 出口无章 处世无方 仪表无庄 生命无光 如果你们读完的四书 能够体会圣人之心 圣人之志 圣人救世的精神 你们的生命就会发放光芒 所以我们老师 也是非常白话的 来讲说 为什么要读这些圣人经典 出口无章 如果我们不体悟到智慧的部分 我们平常在讲话 就是讲这些 最近流行什么 最近谁要谁 出了一张新专辑 有什么新电影 我们就聊这些 世俗上的事情 也不是说完全不好 我们生活上就是这样子 但它就是表象的东西 它就会过 我们下个月又有新电影出来 我们这个怎么怎么 就是它就一直这样子 就是它就一直在 随着这个时间的横流 被拉着走 这个不读圣人 不体会圣人的智慧 处世无方 我们做事 就是会失度 被自己的情绪毛病 拉着走 就是动不动就生气 动不动就不耐烦 因为我们就被这个情绪 毛病拉着走 所以当我们能够 拉回到我们的天性自信的时候 我们处世 它就能够合一 合到 合度 所以为什么 这个老师要慈悲 鼓励我们要来 要来学修道 读圣人 圣人之心 体圣人之意 就是这样 一样的 衣表无装 我们内心庄重 我们自然 我们的言行 穿着 我们就有个端庄的样子 最重要的 我们不提圣人之心 圣人之意 生命无光 如果我们做了 就会发放光芒 这个光芒 它是一个无形之光 这个 怎么去做一个 一个感受跟解读呢 后学的感受是这样子 就是 我们如果 我们自己 没办法发光 发放光芒的话 我们应该说 我们如果可以发放光芒的话 我们怎样 就是会比较安定一点 不会被人世上的起伏 外向给牵引 我们至少就很安定 我们就有一个方向 然后也比较不会 能够去感动他人 就像光 当我们所及所处的人 他就是能够 透过跟我们互动光 的过程当中 被我们给感动 被我们给 让我们就分享 我们的正能量 上知识给他们 所以我们的光 就是有办法去感动别人 有办法去触及别人 那再来 还能够去 引导别人 不然我们 我们如果自己的 自信的这个光 发放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变成 跟着走 我们自信发得出来 我们就能够去引导 引导别人 发不出来就是跟着走 就是刚刚后学所说的 就是随着这个情 情绪 跟着走 随着这个世俗的 这个 每个月流行什么 每个星期的什么东西 就跟着走 因为我们自信定不下来 所以这个 老是慈悲啊 这个 让我们去提 圣人之心 圣人之意啊 让我们能够 把我们内心的 这份忠跟道 能够发放出来 就像发光发热一样 它是个无形的 但是它就能在 我们的人生当中 起一个安定作用 起一个 这个 这个 感动别人 触发别人 帮助别人 这个 让我们的人生的价值 提高的一个作用 所以能够发放光芒 就在这里 这样大家 各位前面可以理解吗 这个光芒 是来自于我们的自信 自信发光 那我们这个 发放光芒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 表演师啊 这个 前前辈都跟我们 跟我们说过 从我们的民族的名字 就可以看出来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以前都说 我们中华民族 那中华 它其实是华中 华是动词 华是光华 光华中 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发放光芒 其实就是发放光芒 中啊 就是我们天性的光芒 华就发放 华中 就是发放光芒 发放我们内心的光芒 所以我们就从中开始说起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 探讨道的本源跟本质 所以这个中啊 从我们以前的圣训记载下 都有在讲这件事 所以我们以前的圣人都知道这个中 都知道我们的本由 所以这个是《论语谣约》第二诗里面讲的 谣跟舜 所讲的话 知耳顺 天之立数 再耳攻 允殖其中 四海困穷 天路有永中 所以这是在 帝王在床位的时候 所讲的话 这个谣 舜 与 他们这个 圣王 他们在床位的时候 所以谣就跟舜讲说 天之立数 就是天 立是天 就像天命 天的这个权术 就在你的手 你的身上 耳攻 就是你的身上 你要允殖其中 就用你的钟 去代理这个天下百姓 因为以前的帝王叫天子 天子呢 他就是其实代替上天来治理百姓 就是来治理人世间的人民 所以帝王做得好 其实大家都有福气 所以天的天啊 就是透过你来带领这样子 允殖其中 用你的这个钟 用你的天心去做 如果做不好 如果你没有用你的钟 用你的天心去做 四海困穷 大家生活潦倒 天路有永中 上天也不会给你帮助 所以就是在讲这个帝王在传我的时候 不是在传这个政治你要怎么做 经济你要怎么开发 这个选举要怎么弄 不是在传这些 而是在传道 因为我们能掌握到这个道 智慧的 他就有办法去印万事万物 所以不用一个政策 一个现象 一个一个传 这是传这个最根本的智慧 一样啊 这个顺啊 在传给羽的时候 也讲了这十六个字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为经为义 允殖绝宗 所以一样 这个帝王在传我的时候 又讲了一次 用我们的钟啊 去做传 而不是在传这些 教条啊 政策政令 比如说人的心啊 我们的人心啊 祈福啊 情绪啊 很危险 以下就是 被我们的事给所绑住 对人有所 这个厌恶啊 对人有所 憎恨啊 这个人心很危险 我们的道心啊 我们的钟啊 道心微弱 我们如果不好好守护它 它就微弱 就被我们的人心给压着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为经为义啊 就是能够二六十钟啊 常常让我们的天性 能够把揮出来 所以就是用过 用我们的天性去治理 万事万物 应对 那从这里来看出啊 我们的这个道啊 我们的钟 我们的天性啊 它就在我们自身身上 我们不用去往外求 所以圣人在传说 就是说 本来就有 只是你要 他要提醒 你要去这么做 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 这个老师啊 在传道给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的开智慧典礼的时候啊 透过世道建信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有这个天性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 我们也 我们每个人啊 都允职绝踪啊 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 每天生活当中啊 不管是 自己情绪的控制啊 跟这个家人的相处啊 跟同事的互动啊 等等 都能够 都能够很好 就像当初圣人在 用他们的宗啊 来照顾大家一样 或许好像看不到讯息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请讲师们帮忙传递一下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或许就继续 或许发现 或许现在这个 这个画面好像看不太 看不太到 好 那这个就是宗啊 那这个宗啊 其实不是只有 论语啊 儒家在讲宗 我们《道德经》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宗 所以《道德经》 有个守宗章 里面就提到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口 天地之间 其有妥悦乎 虚而不去 动而欲出 多言朔穷 不如守宗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 就是说 这个除狗啊 就是说 以前的祭祀的时候 用的一些这个 的东西啊 例如说 就是弄得像狗一样 但它不是真的狗 是出狗 就是像草堆出来的这种形状 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 他们就看到啊 这个万事万物啊 都有 都有起 有起有落 会生死啊 动物也会生死 这个 这个山川啊 也会改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这个沉灭 祝孔 就是他们会坏灭呢 是不是天地啊 没有仁慈啊 让这些万物啊 生灵啊 就把他们当作祭祀的东西一样 不管他们 有人就这么说 有人又说啊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口 就每个人的 这个人民百姓啊 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生活 这个生活得好 一些人生活不好啊 有些人就是人 这个圣人 你不是很仁慈吗 为什么 你是不仁慈啊 所以让百姓们 这个每个人的生活都 这个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所以就说 是不是圣人 天地圣人都不仁啊 那 那这个 这个老子就说 天地之间啊 其有驼月乎 驼月啊 就是这个图片上 所显现出来 它就是个风箱啊 风箱就是你 你在拉动的时候啊 它产生风 所以以前就是用这个风箱 去这个煮饭的时候点火 让这个火稍微更旺一点 而天地之间啊 其有驼月乎就是说 这个啊 我们这些生老病死啊 这些心衰啊 它是有原因的 它是有因果的 不是我们平常人看到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它是有因果的 它是 它是有个道在掌握的 天地之间其有驼月乎 就像风箱一样 是因为我们拉动啊 因果拉动啊 所以牵动了 我们现象界所看到 所感受到的东西 天地之间其有驼月乎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虚而不驱 动而欲出就是这样 就是你一拉动啊 就像风一样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万物啊 百姓啊 就是有这些 有这些起灭啊 生老病死啊 这些不一样的这个待遇 跟这个境遇啊 那有些很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核心啊 所以就是很多这种 似是而非的这个议论啊 言语啊 都在都在讲 那就是人们想太 就想很多 因为看到什么就想啊 是不是因为这个做不好做不好 那样 所以很多想太多 那有时候又很多人想要去辩解 所以这个老子就说啊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 多言朔雄不如手 我们也不用去辩解 我们也不用去多想 我们老老实实地守住自己的自信天心就好了 外面这些现象界的起伏 变动变化 它就是现象界的东西 它本来就会遵循它的因果 遵循它的道而发生 我们每个人啊 就是守好自己的宗 我们不去多想 不去不去这样子 胡思乱想那就行了 所以这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宗啊 就是我们天性 所以这个这个宗啊 在我们的宗庸里面啊 它就有一个定义啊 喜怒哀乐之未发未知中 这个这些所谓刚刚情的东西啊 都还没起来之前的那个状态啊 那个境界叫中 那些情绪啊 喜怒哀乐啊 起来之后啊 都能够和一和度的展现出来 它就和 就和和气气啊 就和顺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综合 综合 那这个道啊 它其实就是中啊 就一样了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所以这个中啊 这个道啊 我们本来就去 我们本来就有了 没办法 本来就有了 也没办法离啊 所以可离就非道也 如果它可以 可以离 例如说是讲出来的东西啊 外相界的东西啊 教条式的东西啊 它就不是道 所以我们之前啊 听我们的经理啊 前贤辈来讲啊 这个道与宗教不同啊 可以从这里感觉 就是可以再次的感受到 宗教 它的确是有它的这些 条例啊 条办啊 这个依循规章 那它就 它本质不是道 那道啊 它是没办法理 我们本质具体不理的 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来 来这边学习啊 其实就是 要能够知道我们在 在做什么 我们是来这里学道 来这里 这个修道 来这里行道的 不是 不是在这里这个 所谓加入宗教啊 或偶像崇拜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 透过啊 这样子的宗跟道的一个解释 让大家可以去感觉 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来在这 探讨圣人智慧 探讨自信之源的一个 一个地方 所以那 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 我们去读圣人之书啊 读圣人之言啊 提圣人之义的时候 我们就有办法去 更接近的 更有办法 更快速的 跟圣人的心 做一个共鸣了 那我们今天来学道修道啊 来学宗啊 是有很多好处的 刚刚说到这个宗啊 是我们的智慧的全员 我们本字具有智慧 所以这里中庸的一段话 子曰 顺其大智也余 顺好问而好查而言 隐恶而阳上 直其两端 用其忠于敏 其思以为顺乎 所以这一童子啊 就是这个赞颂顺帝啊 他是有智慧的圣人 大智 大智慧 这个顺帝啊 他是好问好查 就是他这个 在初询啊 就是透过去跟这个 黎民百姓啊 互动的过程当中 跟他聊聊天啊 问几句话 透过他们的回答 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啊 这个好查而言 就是查颜官 所以就很能够去 提查明信 提查明义 隐恶而阳算啊 这个当然就是 不好的我们就能够去 那个好的就好好推崇 这样子 当有所争执的时候啊 当有所这个 就是诉讼 现在大概就是要诉讼 诉讼的时候啊 要怎么解决呢 这个顺帝啊 就是用忠啊 执其两端 就听听两方的这个意见啊 听听两方的这个 所讲的事情啊 用其忠于民 用他的天心去做个判断 那这 能够这样做啊 就是 只有顺才做得到 大智慧 不然我们这个一般人啊 就听一听 哦对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就 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啊 这个 他之前对我比较好啊 我就 就被这个情啊 被人心给绑住了 所以 这个孔老夫子在赞扬 这个顺帝的智慧啊 是因为他用他的忠 用他的天心啊 用他的自信 哦 去做判断 所以这里又呼应到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哦 这个帝王啊 在传承的时候 在传宗 哦 所以不是跟你讲说 啊 不是说啊 传这个 现代 现代的法律是有条例的 就是说 以前 以前怎么判 我们现在可以跟着怎么判 以前没有这样子传 没有说以前 怎么判 我们就跟着怎么判 以前就是 你的天性天性 用你的天性天性啊 去做 哦 最好的判断 哦 你自己内心就会有个答案 那就是云人不绝的智慧 哦 不会被文字条例给绑住 那这个忠啊 学道的道啊 忠啊 还是万事万物的根源 所以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至终和天地未焉 万物与焉 哦 这个忠永啊 我们明年度也会有机会再来学习 这个忠啊 就是天下的本体啊 和 就达到 就展现出来 所以刚刚志 刚刚的忠和 有讲到 就忠是这个 喜怒哀的智慧发 发而接种结为之和 所以忠和 所以当我们都能够和啊 达到达度的时候 天下就达 就能够和一和度 所以 至终和天地未焉 万物于焉 这个天地 它就生长到 哦 所以它这个不止 不是只有在天地万物啊 其实在我们本身 人也是一样 所以至终和我们人就是和和气气 跟人相处就是会圆满 哦 我们在不圆满地方就会圆满它 哦 但是我们现在啊 看 现在看这段 哦 忠永这段 这句话 再看看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 世界各地的 的灾情啊 跟 北美的这些天灾啊 哦 也都感受到这个天地未冤 为天地未焉万物于焉 就是天地好像没有在 为万物没有欲嘛 哦 是就感觉像 感觉上好像失去了中和 哦 那这个其实 我们就可以感受出来 就是失 就失了它的和度 那是因为我们 就是 我们的人心啊 我们过度开发 过度 过度利用啊 人心的这个利益熏心啊 我们的宰杀森林啊 哦 导致了这个整个世界 失了它的和 哦 失了它的道 哦 所以 感觉上没有天地未冤 没有万物于焉 哦 所以我们不仅这个 我们来这里学到啊 对我们这里自己的自身啊 能够去做个感受跟学习 其实我们看外在环境 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大环境 哦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中 我们来学到 来 来修到 是这么重要的 因为它不仅是自身啊 连大宇宙的 大智慧都能够 有一个理解 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啊 都自综合的时候 其实我们 整个社会啊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啊 也都能够自综合 哦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 时间点啊 来 来修到 学到 是这么重要 哦 就是因为 我们整个社会啊 长久下来 都已经在 在变化了 大家都 嗯 利益 利益导向啊 我们就工作 工作 工作第一啊 我们都什么都是 利益啊 哦 有利益 我们就先走这样子 导致整个人心在变化 哦 利益导向啊 到处开发 到处开产 哦 然后 这个宰杀森林 哦 都是因为 就是利益导向 利益在 在 在牵扯啊 哦 所以我们来这里学到 就希望能够带来一股啊 一股社会清流 藉由我们这个 独圣人的智慧 独圣人的精讯啊 启发我们自己 本质的 呃 良知良能啊 进而带动周围的人 让整个社会都能够 能够做个改变 回到这个综合 综合之境 综合之界 所以我们今天 所以这个也是啊 跟我们之前啊 读到这个张宰 哦 他老所讲的 哦 我们人生在世啊 就是要 能够超越 我们不是只是在 做自己的 这个 这个 名利上的事情 而能够都 都能够去改变人心啊 能够让整个社会 都做改变 这就是我们 后学觉得这是我们人啊 可以在这个人世上啊 做一个很大 不一样的地方啊 跟我们 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是 鼓励各位前嫌啊 跟各位前嫌一起分享一下 那这个宗啊 在不同的地方啊 他也用不同的名字啊 这个道 这个宗 在用不同地方 用不同名字 去做这个展现 所以在论语里面 他用一 去做一个 一个 一个解读 但他都是一样 他就是一个代名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 论语的 对话 空好夫子啊 就对 这个 这个赤啊 就指贡啊 就讲说 赤也如以 予为 多学 而适智者 于 你觉得我是因为 看了很多书 这个 读了很多道理 才能够这样子 跟每位学生 都用这个 都能够 都能够处事圆满 都能够 这个 回答学生问题吗 这个子贡也就 很坦然 就说 对啊 老师 你就是 我就觉得 你自己读很多书啊 这个 很多学士啊 学士饱满 空好夫子就说 不是啊 我不是因为 读了很多书啊 看了很多东西 我才 我才会这样子 我是一以贯之啊 用我的忠 用我的道啊 去贯穿的 所以这跟刚刚讲的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啊 它不是 一条一条的 去词记下来的 它是用它的天性 自信所发用出来的 印万事万物 什么事情 什么学生 什么问题来 它都可以用它的自信 去做一个回应 所以这叫智慧啊 智慧就是 它是圆润光滑 它是可以印的 印 就是印对的印 印出去的 所以他会 空好夫子这就讲了 我是用 我是靠我的天性智慧 去去做的 而不是我 从小到大读很多书 死记死来的 所以子贡啊 之后啊 有一次就会讲说啊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 信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就是说空到夫子啊 他所教这些 这个 在平常在教我们 读书的时候啊 他讲了 他老讲后 我都听得懂啊 他这个 这个文字截读 我都听得懂 但是当他老啊 在讲 信与天道的时候 在讲中 讲一的时候啊 我就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悟不到就悟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啊 还没有大开普渡啊 所以那时候 没办法像我们现在 机缘成熟就能够得到 那时候就是大道还没有普传 所以空到夫子 他也没办法 就是很光明的在传道 所以他老是 明传世书 暗传道 就在传这些 教学生读书啊 读经典这样子 所以子贡就说 老师在讲这些东西 文字上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背后那个啊 我就抓不到 那我们今天也是 站到天然室的 有机缘啊 在道上学习啊 我们都是 能够 已经知道 能够慢慢去 透过学习的过程 去感受到 空老夫子这一讲的 信与天道是什么 好 那这个 一以贯之啊 还不是只有出现一次 还有另外一次啊 空老夫子就 就跟这个真生啊 真子啊 在一堂 这个学堂里面就讲说 这个身乎无道 一以贯之 在一群学生 就住在一起 讲课 曾子就回啊 因为真生 空老夫子就叫曾子 所以曾子就回 哦 我了解了 所以空老夫子说 我是一以贯之 曾子就说 哦 我知道了 就是 我了解了 然后空老夫子就 就走了 那其他的弟子啊 就是还 听不懂 一以贯之 到底是什么 就跟刚刚子贡一样 就是 不可得文也 就还不知道 就 所以其他的弟子 就问曾子 那 老师的一以贯之 是什么意思呢 哦 因为 大道 大道 没有谱 没有谱传嘛 所以曾子也没办法 没办法讲 哦 所以曾子就简化讲 这个夫子之道 空老夫子的道 忠树而一 就两个字 忠树 所以我们看这个忠树啊 就看他的这个 中文字啊 忠就是 忠于自己的心 树就是如心啊 如他人的心 所以忠啊 就是对内 我们忠于自己的天性 忠于自己的忠 不让我们的心 到处乱跑 到处乱想 如树啊 就是如他的人心 我们就是跟人家 好好相处啊 随顺 就是随顺众生 忠树 所以一个对内 一个对外 忠对己 树对人 所以曾子啊 就说啊 这个 就简化成 忠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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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在这个 在忠树里面 不好意思啊 这个 孔老夫子就讲说 忠树啊 围到不远 施诸己而不愿 亦不施远 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远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自己 都不喜欢的话 我们也不要去 家诸于人身上 所以忠树就是这样子 当我们能够 能够做到这样子啊 其实就是 和啊 做到 我们刚刚讲到 和 就是 法尔皆重结 都能够 合一合度 那这样子啊 就是离道也不远了 所以那时候 曾子啊 因为没办法 没办法传 没办法直接传道 所以只好 透过文字啊 希望这个大家 至少 能够去做到中树 其他弟子 能够去做到中树 至少 接近中树啊 也不差太远了 虽不重 亦不远矣 那这个一啊 除了在论语里面啊 在这个 儒家的论语中树里面 有讲到 其实这个道家 道德经里面 也有讲到这个一 所以道德经 第十章里面有讲 载淫破报一 能无离乎 这什么意思呢 载淫破啊 载就 淫破就像灵魂一样 载就是成载 所以载淫破报一 就是基本上就讲 我们一个人 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躯壳啊 就像 我们的去租车啊 身体就是车子 租车的人 就是我们灵魂啊 所以我们这个 离开的人士 我们就把车子还回去 就是再去租下一台车 所以载淫破报一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我们这个躯壳啊 承载着我们这个 淫破啊 报一 报着我们的这个天心 能无离乎啊 这个一能够离开吗 所以就是 呼应刚刚所讲的 这个道啊 不可虚于理也 这个道跟理也 它是不能离开 它就是不能离开的 那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有讲到 取则权 网则止 挖则引 闭则心 扫则多 多则祸 是以圣人报一 为天下事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取则权 就是好像委屈啊 表面上看起来很委屈啊 能够外面受到委屈啊 你还能够好好的去行的话 表示你内心是很全的 就是你没有什么好 不怕被人家误解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内心是很正直 我不怕被人家误解 所以取则权 网则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外表人家好像误会 我冤枉我 感觉很委屈 但是我也 我也不怕别人冤枉我 我也不怕别人这个 说我怎样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错 所以就是 内心很定 就很全知 相对的这个挖则引 闭则心 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个挖则引的感觉就是 这个 有点像这个稻穗啊 这个越低啊 它是越丰满 就是你 你看起来就像这个滴滴空空 但它其实是很丰盈丰满的 所以挖则引的感觉 要去理解就像稻穗一样 我们讲稻穗 越丰盛 它越低垂 少则多 多则祸 就是这个 表面上啊 看起来好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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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什么 少了这些东西 但其实是很多的 怎么理解呢 就是 少欲望啊 或少烦恼啊 内心确实是去很快乐的 心是有所得的 表面上好像少了什么 少了一台什么 少了什么 但其实我们内心是 更加丰富的 相反的多啊 有可能会祸啊 例如说你 你这个 官位越高啊 名利越高啊 你所要负担的责任啊 你所要负担的这个 你的这个思绪可能更砸 更容易迷惑自己啊 多则祸 这个意思 所以当我们 这个能够去 把这个外向跟内 所以这个 这些取则 网直 挖淫 必新 少则 多货 就是 去看说外向跟内在 它其实是分开的 那我们 那怎么把外向跟内在分开呢 就要靠一 所以 是以圣人报一 为天下事 为什么圣人啊 他们能够在 人世间啊 能够去行走 能够走人生这条路啊 能够走了这么的 坦坦荡荡 直直立立 就是因为 用他的忠 用他的一 所以他不在乎 外在的 别人的 毁言傍语 不在乎别人说 你的衣服很旧啊 不在乎说 你也没什么钱财啊 就不在乎 这些外在的 名利 名相 跟外相 靠的就是这个一 靠的就是 这个忠 不然啊 如果我们 不用一啊 不用我们的忠 去主导的话 我们就被拉走了 就被这些 世俗的东西拉走了 就这个意思 道德经第39章 有讲到 习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 古得一以淫 万物得一以身 活王得一 以为天下真 所以这个 一啊 这个道啊 让天地有道的时候 就清明 所以像我们现在 这样的灾情啊 这个加州大火啊 中国大水啊 这样子的灾情 天地 这个道啊 的人心改变了 所以没有 没有清跟宁啊 所以当我们的 所以才要再 再推道 推动道物 因为推 就是让道在 这个天地间 能够顺行开来 所以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我们看这个 人世间的事情 就能够理解 所以万物得一以身 活王得一以为天下真 所以当我们的人啊 诸侯得 用我们的天性啊 去做一个领导 去做一个 行走的时候 那就是天下真 就是 就是像刚刚的 圣王在传为的时候 用传宗一样 就是你好好的带 好好的去 这个治理百姓 那你就是 百姓都有福气 那现在我们 当然不是治理百姓 但是我们 同样的道理啊 一样就是 我们是来 读圣人的智慧 而不是 不是只是读 他表面上的文字 我们不一定要当猴王 但我们一样啊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每个人 在公司里面 在学校里面 我们用我们的 中 用我们的一啊 去做 我们的天下 我们的天下 不一定要 所谓天下 我们的家庭 就和睦 我们的这个公司 学校 同事关系就和睦 跟学生也就和睦 所以我们 当我们去理解 他的这个背后的道理 跟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应用了 就不会被这个文字 给绑住了 所以在这个道德级里面 也有讲到这个一 讲到这个中 那这个啊 除了一啊 这个代名词之外 也有另外一个代名词 叫做急 这个在大学里面 就是有用到这个急 那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性 跟自性 所以这个大学章句里面 就有提到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这也是我们常常 所听到的定静安律得 那得什么呢 得智慧 所以要我们 如果要去连结 这句话定静安律的 跟我们刚刚之前 所读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像刚刚读到的 这个 这个顺地 直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当我就听一听 这个 然后我就有个 就是我听完大家的 这个讲法 意见之后 不管是抱怨 不管是这个诉讼等等 我就能够 有所 有所指 有个 行中就有个定见 定 定见 定静安律得 我就 我就定 然后我就会 定静安律得 就会有所得 我知道该怎么去做 这个得是得于智慧 事故君子 无所不用其极 那这个就是说 你要有所指 你才会 才会 能够定 那 指于哪里呢 就 指于 吉 指于我们的天性 指于我们的中 指于这个道 自身的道 就是这些思绪 我们就 别人讲的话 这些思绪 我们就把它断掉 拉回来 止于 吉 所以说 事故君子 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 现在我们 这个 大家的用法 就是去解释 这方式 都不太一样 都变成说 我们 想尽各种方式 去达到 目的 叫 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我们要去这样想 也是可以 就是 我想尽办法 都要能够去 能够把我的 这些思绪断掉 拉回来 我就要透过我的中 透过 用各种方式 拉回来 拉到中 我们就可以去这样做理解 所以这个吉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说讲的中 是一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指 刚刚说要指 那指在我们的自信 那言行举止 出来呢 是指在哪里呢 所以这里 大家学张句 也有讲 为人君 止于人 为人臣 止于静 为人子 止于校 为人父 止于辞 与国人交 止于信 所以他就指在 这个 他的节度 就节在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天当我们是 现在当然不是人君 但是就是我们在上位的人 例如说我们在 学校当老师 在公司里面当主管 我们有没有 这个 仁慈 对这个 学生 对这个 部署 有没有人 在上位者 有没有 对下面的人 在下面的人 为人臣 在下位的人 有没有对上面的人 有个恭敬之心 尊敬之情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为人子 有没有 孝顺父母 为人父母 有没有 这个慈爱 与伯仁交 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有没有 信用 所以这个 这个 止 就止在这些 展现出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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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 天性 发用出来 在于 这个 家庭 社会的各个 不同角色 它展现出来 就是这些东西 人 敬 孝 持 性 其实这就是刚刚 刚讲的 至综合 也是一样的 就发用出来 就是合一合度 我就是 发用出来 就是在 在这些 虽然说是在 人世间上的 不同角色 跟不同关系 它虽然在 人世间 这个框架 但它 用出来 它就能够 合一合度 它就有到 就是这个意思 那 再来呢 我们这个 讲到这个 人尽孝词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 空恼夫子当初 在世所 主要 所在推广的 所以我们才说 空恼夫子 命传世出 暗传道就在这里 所以 《论语学》篇里面 就讲到 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众而亲人 心有余力 则以学文 所以这个空恼夫子 就是在教导 他的学生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孝涕 信 还有这个 对人好 爱重 听尽 恼爱的人 这些才是 你基本要做到的 如果你这些都做到的 有能力 我们再来学文 学文就是学这些 知识 读书 所以这个东西 就可以从这句话 看出来 其实 康老夫子在世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在 传知识 他其实在传道 那道啊 虽然说没有大开普渡 但他就可以传这些 这个做的道理 所展现出来的 这些德性 孝涕 忠性 仁爱 所以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掌握到 我们的天性 我们自然而然发挥出来 就是这样 就是中校 这个孝涕中性 但是如果没办法 直接点到这个核心的时候 我就是跟大家讲说 那我们就去做 孝涕中性 所以真识才是说 不只知道中数而已 就透过去行 去做 的方式 去慢慢去感受到 这个天性 所以我们之后读 中庸也会读到 我们如果 就是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透过天性 展现出来 我们当下如果能够悟到 展现出来 做出来就能够 合一合度 合中合孝 可当我们没办法 直接从天性出发的时候 那我们就从外面回来 从忠孝 仁义 里面 透过做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去感受到 背后的这个力量 所以当初的这个时空背景 就是这样子 还没办法去 这个大开普度 那我们今天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就能够去 去直接去感受到 我们原来 透过世道建训来 感受到原来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份天性跟道 那我们今天 掌握到根本之后 我们再透过 读圣人的 这个经训 读圣人之言 在道场上学习 周三听课 慢慢的去 让这个道 能够在生活当中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是 先得后修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已经 知道了根源了 我们今天只是要去 能够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能够在生活当中 去做个体悟 那借由读圣人 这个经训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去 感受到 其实有点像通电一样 原来这个道理 在这里也可以用出来 原来在这里也可以用出来 所以读圣人经训 有点像这种 让我们能够 触类旁通的那种感觉 就是原来道理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能够展现出来 就是这个地方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或许就来做一个 结语 那今天我们就是 这个第一堂 这个论语的课 我们首先就来看了 这就是这个 我们的天性 因为我们如果掌握到 没有掌握到根本的话 其实我们看再多的文字 其实也都是有点可惜 有点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们花了一堂课的时间 来跟各位前前 来一起来 再次复习我们的天性自信 夫子之信与天道 所以我们看了 我们看了几个词 中一级 它都是一个代名词 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生命的实相 不会因为时间 空间而改变的 不会因为人物的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有 的这个生命实相 我们今天来就是希望能够 不仅找回生命实相 更能够让生命实相 在我们生活当中发挥出来 但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是 我们都知道 其实 我们的生命实相是什么 就是我们本质具足的 天性智慧 那这个生命实相 在我们个人的这个层面展现出来 它就是 可以用视为巴德 或者是 其他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孝涕言行 就是我们的 在我们自身展现出来 所以刚刚指在这个地方 所以指在这个 视为离义廉耻 所以当我们掌握到了 生命实相之后 在我们个人生命 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 它展现出来就是这样子 我们每个人 就有这个觉知的 这个行为跟能力 就视为巴德 就展现出来 最后呢 我们这个 不仅在个人的这个 言行举止 品性行为展现出来 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去实践 它能够扩展出去 所以大学里面讲到 这个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就是把这个 这份上天 上天给我们的天性 能够发用出来 影响到不仅自己 自己的家人 这个住在附近的 这些邻居 自己的好 这个亲朋好友 甚至这个整个社区 邻里 国家 甚至到世界 所以这个跟我们 这个 刚刚所跟各位前 分享的这个 这个 天地有没有 这个 未焉万物我们预言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说 这个 好像 这个 我们平常来 来学习的 听听道理 好像也没什么 那这个 这个 跟我们的这些 就是外面的这些天灾啊 或者是灾情 好像也没什么 直接的关系 但它其实是有的 它的关系就在于这里 有没有让每个人都能够至综合 有没有让每个人的道 每个人的宗都能够归位 所以生命实相的实践在于这里 我们每个人除了自己好之外 都能够为社会带来一股正能量 为社会带来一股清流 那这样子我们的生命 才会 因为我们的这份心跟力量 在短短的这个 80年 90年 100年 能够发挥它的光芒 所以 呼应 这个一开始 我们的 霍夫老师 慈悲的 我们今天来读 圣人之言 读 圣人之讯 就是要提 圣人之心 那这样子呢 是为什么 希望能够发 自信之光 自信之光 除了自己之外 影响到更多人 所以生命的实相 生命实相在个人展现 跟生命实相在个人的实践 出去 那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不要去小看 我们每个人 这个 的 这个 自信的这个力量 所以今天就是用 用这些 圣人 这个经典 经训 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跟各位前前来学说 来复习一下 其实各位前应该都 都对这些内容 这个不陌生 但是 在我们再次复习 我们了解到 我们生命的实相 那如果有讲 不圆满的地方呢 就扣求先佛慈悲赦罪 那这个 典人师 与 讲师各前前多补充 好 谢谢 谢谢黄讲师 今天为我们 讲授这么受用的课程 人语不止 能让我们修行 跟 能让我们运用智慧 来为每天生活中 大小的事情 来做决定 希望 后学的时间 能够把 事实已经好好看过一遍 多增加一些智慧 让自己能够 发光发热 最后让我们在一起 谢谢黄讲师 不知道有没有 讲师经理 想要补充的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先 跟先佛行三鞠躬 请 三鞠躬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谢谢 谢谢 啊